Hey 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超人 最近照相馆装修的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就是一些软装的部分 在墙边一些装饰什么的 前段时间在网上找灵干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轮子是个好东西 所以就买了几个回来 就是这种脚轮 首先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拖车 我觉得每个店都需要一个拖车 不管是平时拉拉快递 或是搬运一些大件的物品 都非常实用 就算你不拖东西的话 把它放在那里 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 这个拖车已经做好了 过程就没有拍 市面上的拖车也不贵 但是卖的这些拖车造型太丑 要么就是轮子不太行 拖起来声音特别大 在外面如果路不是很好走的话 很尴尬 然后我这个车用的是一个 5寸的静音橡胶轮 然后这块木板是之前装修留下来的 这个大小刚好 然后这里有个注意的点就是 安装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螺丝的高度 我开始就是这个螺丝太长了 然后前面这个万向轮转弯的时候容易打到 后来我又定了4块木板 现在就刚好了 就成为一个完美的拖车 你们是不是发现这个拖车没有拖杆 我是觉得搬小东西不需要车 用车肯定是大件的物品 你大件物品放在上面 你直接推货就好了 要脱杆干什么 对不对 现在就是一个固定的问题 我开始是用绳子在上面绑 然后还在下面特意做了定了4个挂钩 然后这样缠绕绳子 之前这是用绳子效果特别丑也不结实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另外一个神器 叫松紧带 捆绑带松 捆绑 叫什么 捆绑带拉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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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个东西 颜值还挺高 我这个是长度好像是5米的 它可以选配各种长度 然后这边是一个拉紧器 我们看一下捆起来的效果 我们就用这4个箱子来演示一下 稍微绑一下 然后把这个拉紧器 然后把这个拉紧器 放过去 这个5米对于这个 这是个箱子来说还是有一点长了 好 现在就把它拉紧了 就这样一直拉 拉 现在很稳了 就这样就可以走了 很牢固 做了这个拖车之后 我就做了个小的 用的是4个2寸的万向轮 特别灵活 平时做的上面拼装一些东西都特别方便 然后这种室外用的拖车的话 不建议用4个万向轮 这样很难控制方向 我发现好的东西装上轮子之后 就会变得不一样 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 然后我又做了几个 这个 这是一个老的木箱 是准备用来做茶几 给它装了4个钉箱 后来发现这个做茶几的话 高度还是有点不够 就换另外一个柜子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小边桌 用了三个收纳框 加4个轮 上面定制了一块木板 至于这个是用来放什么的 先留个悬念 下期揭晓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